我說我沒生氣時 你覺得 A 他在撒嬌 B 他沒生氣 C 他在生氣 可是我覺得這是送分題啊 送分題啊 我覺得這麼容易 真的嗎 星宇你的答案是 在生氣啊 在生氣 明道覺得沒有 我也覺得 你也覺得很生氣 他沒有生氣其實就會 完全跳過這個事情 就是他沒生氣 他就不會說我沒生氣 他就根本不會討論 這件事 小玉 你們這一對是 我們的答案是 C 他在生氣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女生都口誓心配 不然我就要給小胖來講好了 小胖 沒有 因為 如果像剛剛明道哥他講說 女生如果說他不知道 他會跟我們在生氣 他說有嗎 我有在生氣嗎 如果說他真的 他有在生氣的話 他就刻意會講說 我沒在生氣啊 我沒有生氣 所以我們還會選C 他一定有什麼在生氣 不然他就會在意一些事情 你們這群小兔仔 真的惹蠻多女生生氣 會嗎 我們都很有經驗喔 好 領領 答案是 A 他在生氣 今天立無虛誇 Yeah 沒有人有別的選項嗎 有一個A的 有Melody選A 對 因為我覺得 就是這時候我會希望他哄我 所以他如果說你在生氣嗎 我都會說沒有啦 然後其實是希望他可以哄哄我 女生有時候那個 講台詞 反台詞 是有層次的 對 可是我又要講話講回來 我要幫男生說說話 你們為什麼要那麼難搞啊 MOMO為什麼 對 男生反而就是這樣 就是傻傻呆呆 就是不太了解女生在想什麼 就是其實女生真的是 就是真的雖然是有 可是也不會很明白跟人說 對 我覺得在生氣還怎麼樣 跟你生氣應該看得出來啦 就是臉 因為你沒有生氣的時候看起來 很像 臉都會把腳會長出來 好像都會兩舌並肩 其實男生很聰明啊 都會知道 其實都猜得出啊 那我們越來越氣的 因為就是我們以為 你們知道我們生氣 可是你用妝作 你都知道我生氣 對 真的就互裝啊 幹嘛互呼啊對不對 對 其實我們要替女生 要提出一個證據說明 為什麼女生喜歡玩這種 猜猜看的遊戲 這樣很耗神的 為什麼女生喜歡玩 你要知道 男生要知道 女生身體裡面有一種荷爾蒙 叫社交荷爾蒙 那種正確的名稱叫 摧殘激素 那這個社交荷爾蒙 就代表我們女生 會比較強調關係 也就是說 我們很害怕破壞關係 所以當大家講說 我沒有生氣 事實上就是 老娘我很不爽 老娘 對 然後他還有一句話講說 好嗎 你喜歡就去做嘛 其實這句話 後面他的白話文的意義 就代表說 死鬼你早晚要付出代價 這是 都是我們在 各接觸各案裡面 看到很真實 活生生的 好可惜